美国怎么发展 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这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拿中国说事 把中国当假想敌 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心态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停止推进有关议案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和双方重要领域合作